那如果发生了低血压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要动起来 因为运动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的 把我们的心脏的泵血的次数会增加 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个血量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活动 我们可以去快走慢跑 然后骑自行车跳舞游泳等等 一些有氧的运动的话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另外的话我们低血压的病人 可以适当的增加些盐量 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给他们吃些盐量 这种盐量的话让病人的循环血量起来 因为吃了过多的盐 这个病人就容易口渴 我们就会喝比较多的水 这个时候我们的循环血量的话就会起来 会增加这个血管病的压力 血压就提起来了 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喝一些淡茶 淡咖啡等等 另外的话我们可以吃一些像红枣啊 桂圆这些促进血液循环的这些食材 但是呢一定要记住 血压低的人千万不能喝一些像一些降压的茶 比方说一些绝名字茶呀 苦丁茶呀荷叶茶等等 这些的茶你可千万就不要喝了 总体来讲低血压虽然说没有高血压病人多 但是呢它也是非常要命的一种病 有的时候甚至比高血压还要危险 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向的小窍门 是可以帮助你躲过难关的 是可以帮助你躲过难关的 谢谢大家 试